彰化大佛一甲子 风华再现力众生 为了让彰化大佛风华再现 彰化大佛一甲子礼赞委员会 27日上午举行系列活动筹备会 自3月19日至9月4日 共将举办11场活动 今年公逢60周年一甲子 非常的殊胜 所以我们的礼赞委员会 设计了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期待借由这些活动 能够再把大佛的光芒 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知道 那活动呢 我们设计了一整年度的活动 从法会到千人的潮山 还有写生 甚至我们也设计了年轻人的打卡活动 那一整年度呢 从3月18号开始就启动了 今年是大佛60周年的一个起见的纪念 也是我们一般讲说一甲子 而且我非常感佩 我们各界尤其这个林董事长 林创会长等等的众生 也就是大德菩萨 大家来扶持 来让我们的大佛 这个活光 普照 同时也期待 我们国家 也是国印昌隆 红调以胜 欢迎各位 永夜来参加 你来参加 我想就是福宝 我希望各位为我们自己的地方 为我们台湾大家来祈福 共同的心愿是什么 我们希望借由此处的活动 让我们的心再次的点亮人人的新灯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里面有共灯的活动 还有呢 遇佛的活动 那因为都离不开我们大佛呢 在这边屹立不遥的主题 那么这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不分任何的族群 大家的爱 大家的善念 都集中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那点亮新灯呢 也借由外在的这盏灯 那么点亮人人自信的光明 清静的慈悲心的灯 这就是真正的进化 我们的社会 进化人心 110年市值彰化大佛 起见60年 一家子的时间 守护彰化宪明 欢迎乡亲一起参与 礼尽彰化大佛 风华在线 立众生 公益频道 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